節目做了夠久 對 然後從你們是小女生 開始訪問 訪問你們的心情 結婚 戀情 失戀 那急著想結婚人在哪裡 什麼時候會碰到 然後都會一直碰到 好棒喔 結婚了 好棒喔 接下來生小孩了 好棒喔 幸福美滿的生活這樣 真的是恭喜 恭喜 謝謝 沒有啦 可以入手來 很難的話 像是住在這邊以來那麼多次 第一次講喜事 否則我來都是愁雲產物 不過觀眾朋友 很多觀眾朋友還會說 爺兒命理節目迷信 真的假的 算命準不準 不過我們真的講說算命 我們老師常常講說 沒有不好的命盤 只有合不合適的命盤 你總會碰到你的真命天子 對不對 就是時候到了他就來了 真的 來 馬丘 你跟老公是朋友介紹認識的 所以你原來只把他當成弟弟 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是做醫美的 然後所以他旁邊很多女生的朋友 然後他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是說 姐我好喜歡這個女生 你可以幫我看嗎的那種 我那個時候有 你是他的姐姐 對 他就叫我姐這樣子 然後你都幫他看 這個女生適不適合他 那個女生適不適合他 他就自己約我 就說姐今天我有一個 滿喜歡的一個女生 你可不可以過來看 我就說好沒問題 可以這樣子 馬丘是屬於義氣型的女生 然後想說人咧 走光了嗎 人咧 姐你太晚來了啦 然後就是點歌 就是喝酒什麼的 然後就唱到一半 還是喝到一半 他就突然就是 鼻動這樣 就是幫我 就是 移到那種牆壁的別 然後就說 在幹嘛幹嘛幹嘛 就那種 我的脖子已經變這樣子 幹嘛 幹什麼 幹什麼 你要幹嘛 對 因為他是弟弟 對 他是弟弟 你幹嘛 還是有什麼幫派 還是派你來 就是沒有人 一個人 不讓我走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就講說 我們沒有時間了 所以他已經跳過 那個前面要談戀愛幹嘛的 他已經跳過了 他說已經 我們兩個人 已經沒有什麼時間了 我們一定要在一起 然後趕快結婚生小孩 講了快二十分鐘這樣 是喔 那你沒有嗎 他說我是你姐 對啊 我說你姐 你在幹什麼這樣 他說不是 他就已經叫我 就媽Kio這樣子 然後你怎麼 劇本怎麼走那麼快 然後想說我沒有 他說可以嗎 可以在一起嗎 可以在一起嗎 要不然我不能 我再不講 然後我脖子真的 劇看太多了啦 我跟你講 那個演下去 你也會轉台 我跟你講真的 真的 那個劇本 從第一集 直接跳第十集 對 突然發生什麼事的 那種 對 什麼樣的 對 然後我就脖子 已經快受不了了嘛 然後我就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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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 真的嗎 好嗎 這樣子那種 我的意思都是 好啦 再說啦 的意思 對啊 然後他就離開了之後 他就 我就跟他 他就說 所以我們在一起 然後我說 嗯 嗯 然後我就說 可不可以半年後 嗯 再說 嗯 他說 哈 半年後結婚嗎 哈 他有那麼急啊 對啊 我又不知道他急什麼 因為我比較老耶 對 我比較大三歲 他還那麼急 嗯 所以我才這樣子 才在一起的 所以你有一次是碰到 你的貓咪剛好過世 哇 整個人崩潰 那個是 這時候他就可以趁虛而入 過了一個月吧 我跟他在一起 一個月之後 我的貓咪就突然走掉了 然後那個時候 覺得我超級無敵 愛這個貓 我是為了牠而活的 然後牠不見了 我可能真的就 你看上次媽媽的事情 對啊 然後貓咪 我真的把牠當女兒看 然後就覺得說 沒有 牠不行 我真的要死 就要崩潰 真的是要崩潰的時候 發現牠在旁邊 就是無聲的你知道 沒有聲音的 在旁邊 然後就 就還好有這個 牠就是安慰我啊 就是 就是 不要難過啊 什麼 對 雖然就是 一直一直在看貓咪 可是牠就是在旁邊 然後覺得 那個時候我才覺得說 還好還有牠 要不然 可能我可能會 又會變更壞 或者是 對 又會可能會想太多 所以就覺得 還好有牠在 然後就覺得說 好吧 然後那個貓咪 走了之後的一個月後 然後就知道有小孩 你們是先有小孩 還是後求婚 沒有我就是 12月底的時候跟牠在一起 然後1月份的時候 就是貓咪過世 對 然後再一個月就有了 就懷孕了 對 那求婚咧 5月19號那一天 我有看到影片 哇 有 對 那個真的是 很想殺牠 我們有看新聞說牠在 牠包下一個遊艇 然後浪漫情緒 超酷的耶 那個也是一個惡夢 雙子座很容易就知道 就是驚喜這個東西 很容易看穿別人的伎倆 對 講什麼哪裡重點 我們都會聽得很清楚 然後牠就說 那天本來那個派對 不是求婚派對 那個時候是 只是要知道 這個小孩子是男生女生的派對 對 性別派 對 性別派而已 對 然後呢 牠就有一天 我就在睡覺牠打來 就說 那個老婆 那個我想問你 你要那個 驚喜的方式的求婚 還是不驚喜的方式的求婚 哈哈哈哈 牠是什麼星座 雙魚座 哦 雙魚男 現在這樣講 就已經沒有驚喜了 而且我也不曉得 要有求婚這一段 你不講還要真的求 就是驚喜 因為我只是想說 知道男女趴河而已嘛 結果牠把那個求婚 變成怎麼樣 求婚前一天 但前一天 牠就在診所 醫美的那個診所工作 就說你差不多要下班了 差不多要下班了 但現在有點忙 等我現在 我先打電話給那個遊婷 他 哈哈哈哈 我就說蛤 你要 你說什麼 遊婷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解中文沒有那麼好 你在說什麼 他又硬要掰 就是 你不知道那個遊婷 遊婷 那個啊 那個遊婷啊 哈哈哈哈 誰 我就說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耶 喔 他說漏嘴了 說成遊婷 然後還要硬拗 說那個遊婷小姐啦 遊婷啦 對 然後我說 我怎麼沒看過她 他說 你明天應該會看到她 我還真看到那個遊婷 對 哈哈哈哈 結果 就在遊婷上面 就求婚了 對 都知道了 是啊 所以你在遊婷上 你為了要捉弄她 所以 你出了很多難題給她 因為一般女生被求婚的時候 你 當然不敢講不願意嘛 嗯 我願意 一定是那種社會感的 那種 大家都借給她 借給她 我就是 不想要這樣 我就想說 我想要大聲的講說 不願意 的那種 就新年 對不對 就是 雖然已經懷孕了 但還是要說不願意 對 就講了兩次不願意 就 第一次她是跪下來 然後我就立刻說不願意 然後第二次 她說她有什麼加分題 她剪了很多 影片 她可以當剪接師 你們有缺嗎 真的 對 那種影片 然後呢 就你們以前的生活日常 也沒有多久 她也才半年喔 她都有拍下來 我們都沒有全身照欸 對 就是鏡照 對 或者是她煮的料 她真的是很愛 很貼心啊 白那個 是嗎 很貼心啊 就雙魚男啊 對啊 很棒啊 可是你就是要 好 這個是加分題 加分題 第一個不願意 第二個加分題 你也不願意 加分題 我就說 不願意啦 對 還是不願意這樣 那第三題是 對 媽媽的那個什麼生肖是什麼 問一些問題 知道嗎 我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日本的中文的 其實也滿懶的 然後我最喜歡的樂團 然後她幾乎都答對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是不願意 然後後來就 那怎麼樣才可以願意 我就說 那就讓我笑出來 然後她的臉就被畫得 就是亂七八糟 就我朋友們 就在她臉上 在她臉上亂畫 對 哈哈哈哈 對啊 笑得這樣 好可愛喔 所以就願意 我就看了 對 之後我就笑出來 就是好了 願意啦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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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睛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心向 屈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